Hello,大家好,我是Nikolese 欢迎收看我们狂想房二手房系列啦 那之前都跟大家介绍一些豪宅 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是 Affordable 可负担的房子 而这一款就是双层排楼啦 那这个排楼呢很便宜 所以你留守到最后 而且这个是很特别的装修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款的房子 排楼地点在哪里 就在我们新山的东部 在一个地方叫City of knowledge 就是我们的东部的教育走廊 叫Panda City Alarm 自达城 那如果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话 大概简单跟你讲 这边有什么东西 整个City Alarm呢 有很出名的Regency 专科医院啦 那附近这边5分钟就有那个Lotus 还有包括你去百万座 或者去九号加烈的话 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啦 这边下新山市中心Ciq的话 大概是半小时啦 那话不多说呢 我们现在就跟你讲一下这一款的 等等今天要跟你介绍的 这一个双层排楼呢是20宽 长有65长啦 那这一款呢 最大的特点是它是全新没有人住过 不过你看到很肮脏是因为 它就是没有人住过 所以才这样子啦 因为它这个屋主呢 MCO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住 已经装修很美了的 它就没有住过啦 后来现在它也住在新加坡 所以现在就不打算住在这边 就打算卖出去的啦 所以你一进来的感觉看到吗 它已经做好整个Warning做出去了的 OK 然后这边有比较特别 如果你有注意到隔壁夹的话 它已经这一个已经甚至有Extend出来了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放两两层 然后这边Extend出来的这个空间 它这一间隔壁附近的屋子的建筑面积还更大 而且它这边做一个小玄关 你可以摆放你的这个鞋处在这边 坐坐这边穿鞋 特别是妈妈女生的话 来我们进到这边的话 登登 它的建筑面积这一款呢 其实一般来讲是大概是在千七千八左右 但是它已经Extend出来了的 不止楼下楼上也Extend 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到 所以originally来讲的话 它其实到这边了 所以这边多出来的部分 是它做Extension出来的 那这边就是你的Styling Door 所以你一进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它的客厅的空间 给你看摆放电视机 那这一边呢 是这个洗衣机都没有开箱过的 那当然屋主有讲啦 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除了这种Fix的 没有办法搬 这些都是包在里面 这一些的话洗衣机啊 还有一些ModeBorder 可以搬的话 那个如果价钱OK的话 它也是送给你的啦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按下以下连接 跟我们联系 你看这一个TV Console 整个Build-in都做好 这边还有一架Extend 整个Buster Sealing也是做好好了的 这个要特别讲一下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是属于它的饭厅 你看它的饭厅 还比客厅还大 而且整个饭厅呢 这个花了不少钱 做整个的这个收纳的空间 Build-in的Cabinet 你可以在这边摆放一些水晶啊 还是什么 而且这边你看到它整个做一个 这个算是水晶 不算了 就是Designer的灯 所以这边你可以摆放一个大大的餐座 在这边大家一家庭享用晚餐 没有讲到太多了 OK 这边是Store Room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边 是属于我们厨房的部分 当然这个它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但是呢 如果你是喜欢 就是一发封闭式厨房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道门 拉开Sliding 这样煮菜就没有这么油烟了 但是这个Updo 我个人哪有些喜欢开放看出去 整个空间感更宽敞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套的这个厨房壁厨 上下 哇塞 整Set的 直接从这一边到顶 直接连到去后面这一个的 看到吗 这一个的 这个是抽油烟机 这一个还没有 还不懂在哪应该是收起来了 这个是煮炉的 你看包括这个洗碗盆 对洗碗盆 全部通通都已经做好了 还有这一个 OK 这一款的房子的话呢 它是已经Fully Extended了的 如果你有注意到 基本上 它一打开后门这边的话 就是后巷的了 所以已经Fully Extended 你不需要再花钱 再去做装修的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地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会走路下楼梯 我们华人也比较喜欢 那个空地 比较高一点的 对不对 而且刚才你忘记讲忘记讲 等下再给你讲 对不起 这个厕所的话是楼下的厕所 墙庄直接上到顶 当然这一个的话 没有垃圾器 你要自己买来自己装 基本上大致上楼下的部分 是这样子 一共有四间房 三间厕所 这一间是楼下的一间房 不过它所住的 因为里面有摆放一些东西 但是大致上的空间 是可以摆放一个 爽人床 那个不是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带你们上去楼上看一下 整个 特别是它的主人房 哇 超喜欢的 很少排楼装修到这么漂亮 而且重点价钱还卖这个价钱而已的 现在你知道排楼洗白贵 对不对 OK 来我们现在来到楼上的部分 这个楼上呢 有一个小厅 所以你可以爸爸的话 像我自己本身有做这个office table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桌子 你的office或者是你study的area 这样子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空间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没有压迫感 那楼上的话 这边就有两间的客房 一间两间 然后厕所这边是一间的 so房间的话这边四四房房 所以你可以摆放你的双人床 你的衣橱都不是问题 然后风扇啊 bluster ceiling啊 downlight啊 包括aircon 都已经装好 甚至还有这个铁花啦 ok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下去后面 他后面这边 不懂你们看到没有 他还有做了这个awning cover awning cover在楼下 所以可能楼下就没有这样喷水这样子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另外一间的客房的话呢 另外一间客房是比较长方形的 同样的如果你摆放你的双人床 基本上不是问题 那一样呢 有铁花 然后有aircon 有风扇 有downlight这些都ok的啦 因为家庭成员不多 所以主要的重点的装修是在主人房 我们厕所的话 跟刚才楼下是一样啦 差不多是一米了 有那个热水器啦 ok 来我们现在看我们重点的主人房 3,2,1 登登 哇 这个主人房超大的 这个主人房应该算是maihai里面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个7家maihai 应该装修最多了 你可以看整套这个workshop 哇塞 一打开它是玻璃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很modern stylish design 而且还有这个高高的这个dressing paper 妈妈最喜欢啦 整个的衣橱 你可以摆放很多很多的衣橱 在那个衣服在里面呢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这样 它是soft closer的 ok 所以不会跑一声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哇塞 这一个呢就是妈咪最喜欢的 可以摆放耳环啦 男生可以放底裤啦 一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的底裤啦 很不错 还可以放领带 或者放你的LV啊 那个什么叫Hermis的那个腰带在这边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的话 他还做了一个整个tata米这样子的style ok 所以你上来的时候 感觉就是你直接买一张大的king size 被床放下去摆放就好了 ok 还还有这个床头灯 然后这个也是改过了的 如果你去看original的 这边是阳台来的 他这个把量胎直接extend出来做你的主人房 而且他还做一个这样超大的玻璃 所以有一定的采光还蛮漂亮的 来我们镜头往前看的话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我忘了讲 就是他前面就是unblock view 所以你很有privacy 你在这边没有穿衣 外面是看不到进来的 看得到啦 只是说对面是没有物质啦 ok 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before that 等一下最后一个怕神秘的地方 再跟大家讲 我先讲一下厕所的部分 ok这边厕所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小玄关 看你要怎样去发挥啦 ok so这边的话就是他自己主人房的厕所 也跟刚才楼下看起来 有没有注意到比较大间一点 而且他的墙砖是用黑色的 那这边的热水器还有包括这个花闪呢 都已经是另外定做的了 I mean另外不是延转的已经换过了的 ok so来最后最后最后一个点呢 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 你看到的小秘密的门道 跟这一道墙整个做到完的 这边你还可以放电视机 这边还有aircon 然后这个 登登 哎 还没有开完 这个是一个隐藏门哦 他的隐藏门这边还有一个小房呢 哇 房中房 这个房中房里面还有aircon 有灯哦 然后这边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打开门 然后你要做 如果你想喜欢阳台的朋友 你可以自己再做阳台出去啦 ok so 基本上这个空间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你可以拿来打麻将 就睡觉的在睡觉 或者是拿来做打game room 就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空间 ok 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像这一个房子的话 如果你想要知道价钱的话 我们你可以在这个房子 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封面呢 我们会标注这个价钱 有兴趣了解 或者想安排看房的话 记得按下我们的这个WhatsApp 下面的链接 跟我们安排看房 那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的话 赶快去按赞一下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咯 那再见